兄弟们 头两天我们在浙江泰州啊 吃了一顿小海鲜240个菜 今天啊 来看一下 帝王蟹 富贵虾 也是十个菜啊 你们猜一下 这一餐多少钱 我现在在厦门巴士海鲜市场啊 今天我们五个人 准备花1500块钱 看能吃到哪些海鲜 这边一条边全是卖各种海鲜的啊 我们来问一下价格 这个 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这个一斤160 160 那这一只大概多少钱 这一只的话大概在五六百块钱 五六百 帝王蟹 最大的给我挑一个看看 这个 这个多重 这个在四五千左右 要称一下 四五斤 对 一斤160 对 帮称一下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厦门本地不产海鲜是吧 有本地产海鲜也有 这个多四斤一两算四斤 六百四 六百四对 六百四先给我们算一个啊 嗯 那我就现在加工费还收吗 没有没收加工费 啊 帮我放下我再看看别的海鲜啊 哪些是本港的就厦门岛的海鲜 厦门岛本港的有这个滑鹿跟缩子蟹 哦 树子蟹怎么卖呢 树子蟹这种的话五十五 五十五一斤 对 这个不太肥啊 这个的话季节性的 又春节左右才会比较肥又红 哦 对 就是高险高险 这个就比较肥的 满高满肉的 做做什么 厦门煎高险 煎高险 对 我们五个人要几个呢 五个人的话两只 两只三只就可以对半煎吧 两个 嗯 来两个啊 一千五够吗在你们家 够了绝对够了 啊 绝对够了 你得给实在价格啊 实在价格实在价格 放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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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一斤的话两个 哇塞这个贵啊 胳膊长的 这个是满高的 泰国的进口的富贵香 满高满肉的满高怎么看 这边的话有一条线 脖子上面有三个白点 然后的话满高高都看得到的 报高的都看得到的 哦 像这种是没高的 这个就是没高 然后就有高一条线的话都看得到 满高多少钱 满高的话 现在的话这种一只的话 是在200块钱左右 189 189怎么做呢 呃 胶炎 胶炎 给我们搞个两个 两个啊 满高的啊 嗯 这几张多少钱了 啊 你帮我说一下撤一下 撤一下这样啊 预算有限啊 好 这个富贵香的话 可以优惠的话 两只的话 就一只的话 可以算1900就可以了 啊 你撑一下来 螃蟹是640 对 这个是 富贵香的话 这个的话是 一斤三两一一斤三 多少钱 啊 一斤的话 1900的话 可以算380 这个247 嗯 刚才加蟹 嗯 这两只蟹 再撑一下 好 这三样多少钱 稍等一下啊 帝王蟹是640 然后这个是富贵香 富贵香的话是247 然后这个是高线 下半斤高线 然后这个是高线 拔水绿的啊 有有有 多绿的 高线的话是 一百二一斤 嗯 一百八十一 多少钱了 半斤高线 嗯 有一千吗 差不多 啊 这边的话是 八百八加 一百八 一千零六十 这个皮皮虾多少钱一斤啊 皮皮虾那个 有个特价一斤才十块 十块一斤啊 哦 这个便宜 十块钱一斤的皮皮虾啊 活蹦乱踩的 这个给我们来两斤 好 嗯 然后那个东兴班 多少钱一斤啊 东兴班的话 一百四十三 这一条有多重呢 一斤多两斤左右 给我来一个了 好 东兴班 黑的是什么鱼啊 黑的是龙胆和老五班都有 民众贵飞的话是东兴班 你最好说的是东兴班 哪个东西班 我们最近在厦门酒席吃过好几回了 对 东兴班清真嘛 但都比这个大 这种规格的话就是在一斤多 嗯 148 296 嗯 这里的话是183 到旅游城市买海鲜啊 我们就怕被宰 你们觉得我 我这个价格怎么样 放心 我这边都是明码标价的 明码标价 嗯 再来看看 再给我们配点小海鲜 小鲍鱼多少年一个 小鲍鱼的话 我这一斤多是10块钱 10块 这个是几个头的啊 6到7 6个头左右 5个鲍鱼 5个鲍鱼 一个 再煮个虾 虾多少年金啊 虾那个是老虎虾 老虎虾的话是78 78老虎虾 来看一下啊 78一斤的老虎虾 搞了这个富贵虾了啊 我们今天就不搞这个花龙了啊 是叫花龙吧啊 其实海鲜啊 做法到无所谓 主要是价格更新鲜 全国做法大同小异 再加一斤虎虾多少年 再加一斤虎虾的话 目前是1389 还差110亿是吧 对 这个称王怎么卖 称王的啊 称王的啊 花龙呢 花龙也是一样的 那里按照一百多块钱给我们一样哪一份 那还可以可以 称王花龙 自己猜啊 1500 来看一下 菜上齐了啊 1500块钱 菜我觉得还可以啊 你看 这么大的帝王线 这么大的 叫富贵虾啊 介绍一下菜 帝王蟹三吃 然后 金高蟹 避风糖 富贵虾 竹称花螺 蒜蓉小鲍鱼 蒜蓉老虎虾 这是椒盐皮皮虾 还有一个东兴斑 这个是厦门名菜了啊 煎高蟹 其实海鲜的做法 我感觉啊 全国都大同小异 来看 这是蒜蓉蒸 避风糖 再有就是白灼 再有就是鱼嘛 葱油蒸 再有就是小鱼小虾 会烧个酱油水 哎哎哎哎哎 我说什么东西 鲜啊 这个是蟹壳蒸蛋 来一口来一口 我本人啊 其实对海鲜并不太感冒啊 我从小 我就是海边长大的孩子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就融合着那个螃蟹的那个鲜香味 再来就蒜蓉小鲍鱼 被你吃了一个啊 对 一千五你觉得怎么样 四五个年还好 还好 你们厦门人还来巴士吗 我们正当不来 正当不来啊 这地方 基本上是一个 以游客为主要客源的一个 一条街啊 前面是档口 后面是加工的 其实我感觉这个模式很好啊 吃的很舒服啊 大白档一样 对跟大白档一样 这条视频啊 并不是说推荐哪个店 我就是完整的记录一下这些价格 你们如果来巴士 放心啊 按照我这个来 应该问题不大 好 好 好